可能性就是說有同學剛好裝的時候 因為我們用的是Python374 然後呢有同學裝的時候可能裝錯位置 裝到這個什麼其他的Python 的版本 結果跑也都正常 但是一執行還是No Module Name的Requake為什麼 因為我一看我就知道這個狀況之前太多同學發生了 所以我一看像剛剛有同學問我說沒有別的可能性 就是這個裝錯的 這個有沒有明明你用的是 這一個 但是你 裝的卻是這一個 就會有這個問題發生 OK 另外的話那個語法如果你不熟啦 我建議你就是按用貼的啦 複製貼吧 Enter就好了 不過以後我建議啦 最好還是要自己打一下 因為說沒幾個字 但以後的話 大部分安裝 差別是install後面那個東西 我們這個要request 可是以後還要裝別的嘛 那 那 你就要把那個名稱給打上去 不過呢各位可以發現 在哪邊還有 在那個 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網路上一大堆的那個 外掛東西有沒有 那如果說呢 你要 去 找到的話 並且安裝 其實第一個你打python 他這邊都有 那個東西在哪裡呢 python的官網上面有個 pypi 有沒有 這個pyp 點擊他 然後這邊就有了 比如說我今天要針對哪一個 其實 比如說我們 我們現在用這個request 那你當然可不可以找得到 這個有關request的相關 或者是說你要抓網路資料 其實你也可以用別的關鍵字 比如說什麼http 或者是什麼 等等的關鍵字 然後你把它 查一下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了 request有沒有 request這麼多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抓網路資料 不是 只有 一個套件可以完成 你如果不喜歡用這個request 你可以用別的都沒關係 另外的話怎麼使用它呢 當然比如說以這個來看 什麼無語倫比的強大request 這麼厲害 這還寫簡體字 可是裡面沒東西 這個看起來就不及格了 另外的話你可以看這個 這個就比較完整 那我們用的應該就這個 你會發現它在它的左上角 會有它的request的版本 然後安裝的方法 這邊也有 Pipe install request 所以你這邊還可以複製 所以以後 你找到的 這個套件 上面都有教你怎麼安裝 所以你把它複製貼上就可以 再來的話就是說 底下一定會有相關的 project的 相關的 叙述吧 然後 甚至有一些 做得比較好的 甚至會有一些 sample code 教你怎麼去 使用這些東西 不過這個好像也沒有 太多 另外 它這個裡面還有一些 如果你要做討論區的話 這邊甚至它有一個什麼呢 它的 history download 甚至它有個home home的話我印象中這裡面 還可以做一些 這個 更多的相關資料 甚至它有些討論區 你也可以從這邊 跟使用者做一些互動 OK 但是這樣子這邊 它底下有一些 版本的歷史等等的 OK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所以有空的話 也許可以到這邊逛逛吧 裡面總共二十幾萬個 相關的套件 也就是說呢 可以解決二十幾萬個相關問題 老師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我怎麼去評判那個套件到底 適不適合拿來用 因為可能有些人 比如說像我羅西寫了一個就放上去 我可能寫的便不可靠 好問題 現在 跟各位講 因為它是 自由軟體 什麼叫自由呢 自由啊 所以 最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需要有人 付費軟體就是它不會有這種狀況 因為付費軟體就會有個team 專門幫你把這些問題cover掉了 那自由軟體 我一直跟各位講過嘛 因為它就是沒有付任何費用 所以每個人都是佛心 每個人 提供給你你就要覺得很 這些人怎麼這麼佛心 提供給我這麼 那剩下來就是說 但是有佛心有大佛有小佛嘛 還有其實 背後是磨的 有沒有 其實它其實假的啦 對不對 而且它可能是弄個 亂七八糟的東西 他可以把它放上去 那怎麼辦 就是現在缺少有一個人 更大的磨 把這些整理一下 當然我們很希望說 你就直接告訴我哪個最好用就好了嘛 但有這種人嗎 對不對 像我們上課我都直接告訴你 有些我試過了 但有些我沒試過 我也沒那麼多 二十幾萬個 所以 這裡面也有個素材 如果有一個人 他乾脆拿 二十幾萬個幫他分類 另外再設一個網站 然後每個都test的結果告訴你 哪些他都試過 然後很好用的排序 那這樣的話 那個網站應該會很熱門 對不對 只是目前我不知道 應該也會有人做 國外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這些事情 但目前如果沒有的話 變成我們就只能夠 怎麼講 針對別人 比如有些論壇裡面 他有提到哪一些 比較好用的 或者是一般的坊間書籍裡面 他也有做一些整理 那我們就先拿那些 來用比較節省一些時間 不然的話 恐怕還是要自己花時間 OK 這個其實是都非常花時間的 坦白講 如果說有空的話 你們可以 自己再做一些分 回去的話可以請各位 再花一點時間 告訴我 有沒有比request更好用的 回去找他 如果有的話 歡迎再把它提出來 OK 我只是跟各位講一個方向 裡面 有一點像是 一個寶藏 但是這個 掏金有沒有 但不是說所有 他還有土啦 有沒有 還有金 但金就是放在 所有的那個 裡面 你要自己把它掏出來 OK 好 有一個很好的用的叫做什麼 Beautiful Soup 可是我不太會用 那個是下一階段要講的 他 Beautiful Soup 這一定會講 因為Beautiful Soup 其實不能單獨使用 他是要配合request用的 因為request是把資料抓下來 那比如說 Beautiful Soup是說把那個 你網頁裡面你需要的東西把它fine出來 OK 不過為什麼要取叫Beautiful Soup 大雜會 Beautiful Soup 然後大雜會 美麗的湯 美麗的湯 所以他 其實他就是幫你把 那個網頁裡面你需要的資訊抓出來 可能那個原始買一堆 你可以不用管 你只要告訴他說你要找什麼 他就幫你把那個資料抓出來 所以這個 這個套件相當相當重要 後面我們還要再提 那再來的話我把後面再講一下 後面的話請各位 第一個我們就已經把那個 剛剛的資料已經切割了有沒有 而且得到的結果就是一個一個的串列 那一個個的串列象徵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一個 一個坑的放進 這個資料庫 所以我們需要做什麼 再建資料庫 再建一個資料表 資料表也許叫 什麼呢 反正就是叫Market好了 Market01 然後會有5個欄位 5個欄位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用那個懶人命名法 5個欄位要叫什麼名稱 ABCDE 對不對 就像Excel一樣 然後再分別 這些資料 分別 一筆一筆的 insert到 那個ABCDE裡面去 OK 這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做了 這應該有印象吧 前面我們有教過 所以第一步的話 我這邊上面應該有放一些 切割碗的 第一步的話呢 一樣先怎麼樣 先在這上面 先做 我們前面好像有 做過的資料庫 部分 比如說我們SQLite01的部分 01、02、03 那我比如說第一步這三行一定要 所以把這三行複製一下 然後放到這上面 OK 然後 input什麼了 SQLite3 有沒有 先建 放這上面 如果你懶得再 OK 這樣也可以啦 input request 分兩行也可以啦 不過我習慣把它分一行 再來的話 建 一樣是 乾脆放同一個資料庫好了 那後面的話呢 一樣就建資料表物件這三行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什麼 做建立那個 科色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 建立 資料表 然後並且把資料寫進去 寫進去的話在 這底下這裡 有沒有SQL語法 insert into 把它全部寫 然後最後寫入成功 OK 請各位試一下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檔 那把資料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後續的話呢 如果我們要做統計分析 還可以再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Pandas 去做統計 有點像樞紐分析表 不過Pandas我們現在還沒講到 之後的話呢 還會再 跟各位講一下 這將來怎麼用 有意外的 請